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全部都是甲级写字楼 能够成为甲级写字楼 装修要上升 间隔要有弹性 整层楼面面积要够阔 中央冷气系统和升降机都要完善 还要有专业的大厦管理等等 中环是甲级写字楼的集中地 最贵租的甲级写字楼全部都在中环 中环甲级写字楼的租金 一向都比其他地区高 过去十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向上升 到了2017年 中环甲级写字楼的租金 已经升到平均110元一呎 比则如冲 尖沙咀等商业区的租金 高出超过一倍 换言之 要在中环租一间五千尺的甲级写字楼 入场租金可以是五十五万 如果要租像这一种 租金可能要双倍成百万 如果要租全层的话 一个月租金可以接近四百万 因为始终他们要来香港去国际化 去寻找其他的投资机遇 中环的租金上到现在的水平 其实某程度我会觉得 都是中资的需求 租金不断上升 一些外资跨国企业 都陆续撤出中环 中资公司搬入 成为中环极级商下 最主要的新租客 在个别有些大厦 他们要的楼面不会太大 他们直接有一个 waiting list 一有位出 其实他们的租金都可以挺进取的 欢迎大家收看《讲钱讲这些》 今天要和大家讲一下地 大家都很关心的 今天我们请到最有资格讲这个题目的 汇德峰副主席 地产建设商会 执行委员会主席 梁志堅, 坚叔 多谢坚叔你 多谢 中资内地企业 真的很喜欢中环物业 中环的写字楼 其实是不是跟我们的女士 喜欢买字母包包差不多呢? 还是纯粹是虚荣心 还是其实有其他的因素? 不是的, 中环也是香港主要生意的集中地 开始现在因为中环已经饱和了 要建的也没有多少地方 但是为什么要用天价去买一些中环的物业呢? 因为那些价格说出来 大家都掉在地上的, 要不要用吗? 如果有一栋水柱在这里 整栋都是自己拿来收租 或者自己用 实际上都是表现你这间公司 有相当的实力的嘛 要卖的人也不多 如果有得拿出来卖 就变成很有兴趣 希望能够在中环取得分子 就是自在必得的 我们如果看过去一段时间 其实集中是在一二、一三年之后 大规模爆发 我们叫这个购买肉 买楼, 买地 行内有一个说法 就是为什么之前没有 一二、一三年之后才有呢? 就是说 据说包括你们在内 一帮大华智地产商 在98年金融风暴之后 就跟中央政府陈情 就说不行了, 我们的楼价 最好内地的企业、地产商 就不要来搞住了 就是维持我们金融稳定嘛 那这个说法真的吗? 我真的没有这么听, 传闻就是传闻而已 但是肯定来说, 香港的地产商 都是自己 踏踏实实地去做事的 是 比如说有三年后 开始或者有其他地区的人过来参与 或者近期是比较显著一些 是 但是这些都是一个好事来的 当然他们来参与 有他们自己所谓做生意也好 都可以参与 比如在某个地区 我在中国大陆 我是做得相当好 我也想离开本地 出去发展一下 国家也有一个策略 让他们有限度的出去投资 最近也不是 国家的策略就是 但是, 你一松开的时候 一松开的时候 他们就狠狠来 一狠狠去的时候 一不狠狠, 他又想办法制止住 香港, 我们和中国本身 仍然有一些政策上的距离 中国想去, 要怎样做事呢? 一个, 不要说口号 一个政策一出来, 大家要跟着 我们就会推出市场 项目就是我们全资拥有的 多了一些球员 在市场里 其实对于香港市民 是会有一个正面作用的 今年着力去做的就是一个多渠道 去增加我们的土地储备 只要是符合了我们集团的投资要求 过到我们的风险审查 其实我们也希望去考虑 中资财团以独资和合资 投得住宅地的金额 由2012年占政府卖住宅地金额的0% 之后开始占一定比例 由2015年开始更加占了全港住宅官地 成交金额的五成以上 其中几块地的成交价 在当时更成为卖地史上 最贵的住宅地王 至于四大发展商 新鸿基、恒基、新世界和墙实 占政府卖住宅地的金额比例 就越来越少 在201617年到 只是占单位数字百分比 让那些颠标都会中了 我想再谈一下价格的问题 其实是不是颠价呢 在当时来说 一路大家都知道是卖六千多元 直到七千多元 那突然之间 有一个人投了 一万三千多几 差不多是一倍的 这样有地在那些 当然是说 我卖给你了 因为我都不用建 我已经赚了一倍的 某一些中资 他不是太熟悉香港的环境 还有永远挂在他们的口头里 就是钱不是问题 到底他怎么计算 为什么会跟你们差这么远呢 怎么计算呢 各有各就会计算 就算我们六千多元中了一幅 我们都要计算 不是说我去抢回来的 没错 就是我认为合理 我才标了这几架 只可以说那段时间 他们真的不了解香港的情况 还有它有太大的洪心 你现在年纪两年之后 现在发觉都不是那么离谱 实际上这件事是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几两年来 香港政府真的没有地供应出来 因为每个人有这么多地产商 每个人都要考虑自己的地产商 所以有些人没有地产商的时候 他们也要买两幅 就迫着去抢弃了这件事 我刚才问你那个问题 我试过问一些内地银行家 他们的故事也不一样 他们就说 香港地产商, 你拍一块地回来 你最多按一两次 内地地产商, 这个就是一个资本游戏 我一块地回来 我可以香港按一次, 内地按一次 然后再通过它的方法按上按 八十亿一块地 最后就可以变成二百五十几亿的现金 当然, 这些全部都是借回来的 这个资本游戏 它跟你计算的方法 完全不一样 那怎么捏呢? 香港是有一个法例在规定 你只能够按地 以前你最多按五成 现在四成了 这个建筑费, 你说的八成 这样有些规定在 按了你就没有人再来 但是现在香港也有 比如我按了银行四成 有没有人的财务公司 愿意再按多一点给你呢? 也有 但是看来看去, 都不会按了十多 有很多制造的东西 不能乱来 如果这么说 内地地产商来买面粉 不是为了做面包 或者不是纯粹买面包 那楼价怎么会下得到呢? 初期, 不如我们地产商会 都发觉有部分的 国内的投资者来到香港 也有些开始努力 都想参与进来我们地产商会 做会员 那这些我们也有一个规限在 那如果用它上高的套下来 又未必能够 但是近乎 经过这年, 松点离 我们也看到 很多东西都已经开始 开始纳入那个所谓正轨了 就是它不会太离谱 因为它也已经找到一些人帮忙 或者找到一些 有些项目解释一下给它 坚叔, 我们先谈到这里 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谈 海航在启德里边做了一个 在当前市场被誉为是天价的 一个购买地皮的情况 那我们自己就会震撼 但是呢, 也很兴奋 香港人更多去留意这个地皮 吸引很多外来的买家 都会看到这个区域 所以我对启德 他未来的楼价升幅 还有一个很巨大的信心 没有打算在启德区买房子的 未必会留意到内地企业 海航集团 不过你去旅行的时候 可能买过他们公司的机票 海航集团本身搞航空起家 他的前身是由海南省政府控股的 海南航空 总部在中国海南岛 他们的官网就说 1993年创业的时候 他们只是一个单一的地方航空运输企业 但现在已经是一个总资产 超过一万亿人民币的大型企业 还连续三年打入 美国财富集资的世界五百强排行榜 为什么可以这么厉害? 就是因为他们在全世界周围买买买 2016年 海航就透过两家香港公司 以天价272亿港元 买了四幅启德的住宅地帖 海航集团主席陈峰去年说 他们来投地是为了调节香港的高楼价 所以会以成本价 将那些房子起来做宿舍 买回给自己集团的员工 是否有宿舍就不知道 但在眼前的事实 是海航在海外已经卖了不少资产 那么多了 2016年 以507亿港元 收购了美国酒店连锁品牌 希伊顿 25%的股份 成为最大的股东 2017年 以约172亿港元 买了纽约曼克顿公园大道 245号整栋写字楼 同年 海航在德意志銀行的股份 由4.76%增加到9.92% 成為這間德國最大銀行的頭號股東 美國媒體彭博今年初的統計顯示 過去三年 海航已經進行了大約 4290億港元的併購行動 其中2016年第四季就最突出了 有1400億港元 不斷買買買的錢從哪裡來的呢 有內地傳媒形容海航是借出來的奇蹟 外國傳媒就形容海航是中國最狠的dealmaker 加上逃亡美國的內地商人郭文貴 對海航的指控 令中外財經界對這間企業都充滿好奇 綜合這些分析 都指海航以高槓桿的方式 不斷將資產抵押借錢賣東西 買完又再抵押借錢 如此循環 不過風向一轉 去年年中 內地傳媒財新就指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對包括海航在內的境外融資情況 摸底排查 香港傳媒就引述消息 指香港金管局 罕有向一些香港中資行和大型銀行 查詢海航的信貸情況 之後 外媒彭博報道 有多家銀行停止借錢給海航 因為北京已經高度關注海航 這類的併救行為 過去半年 關於海航的消息 由賣賣賣變賣賣賣 包括變賣得意志銀行股權 抵押公司股權來融資 上個月中 已給買入價貴12%的價錢 賣兩幅看得地皮比行基地產 不過海航說 賣地令資金提前回籠 有利發展和融資無關 海航的情況 究竟大腿香港有什麼啟善呢? 我們繼續跟堅叔聊天 堅叔, 海航真的很起劇性 在不足兩年之內 由彭彭腥賣賣賣 到要離場, 某一程度上 其實你在航內這麼久 風浪你見不少 你也見過不少人大上大落 好像這次海航這個情況 其實你是否早有猜到? 不可以這麼說 實際上, 它剛開始來的時候 是說得來勢洶洶 是 一瞭解了這個情況 它現在不是推出的 它現在還有兩幅地在 就是說減輕了它的風險 而且它現在賣這個價錢出來 它也不是說是虧本的 它賺多少我不知道 至少表面上是十幾個百分之下的價錢 當然它也有自己本身 這年紀裡面的開支 或者政策上… 公司政策上的改變 我們很難去批評別人怎樣 這次其實海航要大幅減遲 其中一個觸發點 就是內地的監管機構查數 好像這個情況 看來也會維持一段時間 對本地地產商來說 你們的感覺會說 真是鬆一口氣 還是覺得也不是 所謂走了一個長江一號 還有長江二、三、四號 只要內地的遊戲規則不變 各方面 政策遊戲、資本遊戲不變 中資會下來搶地 天價搶地 其實也會繼續 我又不想說 將這件事去醜化別人 因為它有它們本身的投資政策 你說不定 將來有地的時候 它有再投資過 海航進來的時候有什麼 它可能就不了解情況 但是市場也夠了 市場一直都在上 這件事上得那麼快 也不是香港的福氣 沒錯 因為太不健康 沒錯 也對地產商也不太喜歡 看到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就說海航 甚至內地很東… 隨隨便哪一個地產商 海航我們說一萬億 其他那些… 他們也叫做萬億級俱樂部 不少人 是我們很多地產商的 即是一、兩倍 香港的地產商 你們怎麼接招呢? 即是怎麼爭呢? 就說投地 不是說爭不爭的 每個人都要計算 是 無論… 譬如我剛才也說過 香港的地產商是安高榮 我不是做單 我就休息兩年了 一直安高榮做下去 那就是每個地產商都要留有一定的領病在那裡 是的 如果他真的要下來香港 是不是真的可以讓他炒氣呢? 炒不起的 因為香港人還有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能力才敢去賣樓 嗯 你經常都是… 說來說去我們做地產 我做了五十多年地產 你看回歷史 我看回歷史, 我也害怕 我第一層樓賣出去的時候 是三萬七千五元 是 那時候已經是很漂亮的環境了 但是現在在那些環境 過千倍, 千幾倍也有 其實最近都… 不同的內地地產商都被查數 都要…一查數就要收水 收縮, 很多都是收縮 其實對香港地產商比較 那個競爭力會不會是 就是內地地產商, 他有錢 但是他面對一個 所謂的政治或者政策風險很大 但是香港地產商 就是你們都有些錢 但是那個…屬於一個超穩定局面 就是沒有那麼大的政策或者政治風險 大部分香港的地產商都經歷過 上升 說得什麼呢 有些見過鬼的 他白黑的 是 那這些就一直來… 現在導致到每一個地產商都好 他們自己都不會… 沒有太大的風險 去到某一個情形 他不會像雞蛋一樣擠進去 他也會分散風險 但是你外來的時候 你一衝衝進來 即不至於焦頭爛額 但是他也學了…上了課 也都…其他人看到 他也知道環境如何 所以你現在看我都說 這年來的價錢也不是天價 有很多… 早期回來的時候 三幾個地盤出來 都是他中資投資的 但是之後現在看一看 大部分都是港資… 說得什麼的 那這個就因為… 阿爺收水而已 我又不可以… 認真上股的政策 我們又不可以… 我們都是估計的 那樣其他東西都… 我相信… 肯有… 所以你剛才也說過 上股的政策 是他千變萬化的 但是香港比較穩定一些 他們了解了香港的情況 日後都是大家… 都是有比賽者在這裡 都是有 但是… 都是會… 健康的… 爭取 就不是說天價這樣下來 我相信 日後都不會有什麼特別天價的 就是本地地產商呢 都還有訂企 還有發展空間 在香港來的 都還是一個 我們本身了解的情況 還有還有很多… 香港政府也有些… 很多條例上的制造 是 那這些呢 他們不經歷過 是不了解的 所以… 如果你的地產越賣越貴 就… 他就逼著貴賣貴賣 不然我經常都說 香港政府真的可以… 短期、中期、長期來算 真的要有一個… 明確一點的… 預算出來 希望你剛才說的一堆措施 包括內地地產商學精了 會令到香港人有機會買到樓 謝謝堅叔 謝謝 我們今天先談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